历史上的今天 8月26日 8月26日是纳米比亚日 公元1346年8月26日 爱德华三世率领英格兰长工兵在克雷西会战中击败法国重骑兵及弩兵 随后发兵包围加莱 公元1642年8月26日 圣萨尔瓦多城的西班牙驻军向荷兰东印度公司投降 台湾西班牙统治时期结束 公元1768年8月26日 英国探险家詹姆斯·库克率领鲁利号三维帆船在英国普利茅斯起航 开始首次远征 公元1789年8月26日 法国国民议会与凡尔赛公发布人权和公民权宣言 宣布自由、财产、安全和反抗压迫的权力是天赋人权 公元1999年8月26日 为报复车臣入侵达基斯坦 俄罗斯对车臣发动空袭行动 第二次车臣战争爆发